大家好,我是股河网上的股老师 下面这一课我们来讲第三节课 讲的是一个PayPal注册和一个填表工具的一个应用 因为前面两节课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漏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关于一个域名的一个购买 还有一个主机购买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怎么样去解析 还有怎么样去修改这个信息 这个还没有讲全呢 因为的话那个没办法登录那个GoDaddy嘛 然后呢今天的话呢我们换了一个浏览器 用这个火狐浏览器它就可以登录了 那我们就接下来先完善一下这两节课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第三节课的这个内容 第三节课内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我们先讲前面的那个域名购买 前面域名购买的原理的话我已经讲了 就是买的时候呢你就随便找一个主题 找一个主题的话呢类似的 然后呢你随便加上一点评言的时候 说罢了就这样一点就是便宜 第一看着过去第二便宜就OK了 别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 不要跟主题十万八千里差的太远就可以了 稍微有点相近或者相似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让我们来 就是打个比方像像我一样 我已经买了这个嘛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已经买了成功的 这是我已经买了成功的这个账户 然后呢买了这个账户之后 好了 那我我我点给大家看这是主页啊 主页然后呢 啊我进入到我自己的我的产品 我的产品然后呢 刚才那个是主页啊 来到我的产品之后就来到这里 然后呢我这个是我买的时候 我已经我已经买了隐私的啊 那你们买的时候你们可以买 也可以不买啊 然后呢 我们先讲这个解析怎么样去解析啊 域名购买 然后呢解析就是从域名解析到主机那里去 怎么解析呢 然后呢我们点这里DNS DNS进来的之后 然后呢来到这么一个地方 在所有的这个勾地里当中 你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就OK了 别的一方一概都不要动 拐哪里呢 就改这个DNS管理下面有一个纸 对这个纸 这个值这里192.16这里 啊然后点什么 点这里点个笔 就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 然后呢我们要输入什么 我们要输入这个 我看一下 啊我看一下 看一下我看一下 老学主机 我们要输入老学主机 嗯 老学主机 我在这里登录吧 刚才忘了登录了 然后进来之后这里 那啊这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地方输入这个 把这个主机IP复制 然后呢来到刚才那个DNS值这里 然后呢这样子 啊然后粘贴进来就OK了 你看这个196.161.176 你看这跟这个是一样的对吧 162.你看对吧 然后呢别的一概都不用理它 要点保存 点保存就可以了啊 保存 因为我就不不不改了啊 保存了之后 好了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关系了啊 就没有了 这个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这个是这个已经解析完成了 我们这里解析完成 然后这个已经已经OK了啊 这个内容已经讲了啊 然后这个这个网站修改 网站信息修改 怎么改呢 来到管理 啊 啊我们回到前面来吧 从前面来进去 然后呢 进来 从这里 我的账户 还是远在这里 啊 刚才这里是DNS 改那个解析 解析地址啊 然后呢 我们来这里 我们就先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点管理 管理的话 往下拉 往下拉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址 啊 你看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信息 你们就可以打编辑 啊 你们编辑吗 你们就可以编辑吗 因为我这个是隐私的 我们这个是隐私的 也都别人看不到 当然有看得到的好处 也有看不到的好处 然后呢 大家的话 啊 如果大家没有买隐私的话 你就点编辑 编辑的话 它会提示你把上面的信息都给改一下 也就是大家都就可以把这个信息给改一下了 因为我这个隐私 我改不了 我改不动 知道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把它改 比方说 啊 像你怎么改呢 嗯 怎么改呢 大家可以登录一个网址 啊 什么网址呢 这个网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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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里比方说随便拿一套数据 随便拿一套数据出来 啊 然后呢 比方说这个名字 或者说这个街道 啊 这个街道 这套人的信息呢 我们就 以后啊 我们就用这套人的信息 来去包装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账号了 懂吗 这样子来弄 一整套啊 记得是一整套啊 因为的话呢 我们用一整套的话 到后面我们申请联盟 比如说弄填表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这套信息 来去申请的话 一定要记住啊 啊 每一套信 一套一套信息呢 就去 就做一个账号 你不要分开了 比方说 啊 分开来嘛 你不要分开来就行了啊 你一套信息 然后呢 你就把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域名啊 比方说名字 我把它编辑的时候 我就把它复制 啊 这个名字嘛 复制进去 然后呢 这个姓名啊 什么的 这套信息 你自己要留着我啊 这套信息 你自己要留着 因为等候后面要用的 啊 等一下我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填表工具的时候 我会用到的 这套信息是有用的啊 讲到这个 这个是有用的 啊 所以说呢 我们我们这个 这套信息 要自己要留着 你不要说 你全部 复制你这样子 反正你自己保存好就行了 啊 好了 整个内容的话 已经讲了 就是说你编辑完成之后 你保存就可以了啊 行吧 那这个 这个都补充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就讲到这里啊 补充这部分 我就暂且讲到这里 我看什么要讲 网页讲了 网页有限讲了啊 这个修改信息讲了啊 这个主题解析 怎么解析过来也简易了 讲了啊 基本上 基本上做完这些的话 上传出来的时候 你的网站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基本上都 都可以去申请联盟了 对吗 都可以去申请联盟了 然后第三课的话 我们讲的是一个PayPal注册 PayPal是用来干嘛的 就用来收款的 对吗 据说我们啊 做任务的时候啊 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是用来收款用的 啊 还有填表 填表是用来干嘛呢 填表的话 是用来快速的去填资料 然后让我们去啊 申请联盟的啊 然后这节课我们就来 开始讲第三 正正规定 开始讲第三节课啊 前面讲了一些补充内容 第三节课讲的是一个PayPal PayPal的话呢 我们 这个是国际支付宝 然后呢 我们要去PayPal那里去 申请我们的账号 这个是一个PayPal的主页 直接摆入就可以了 啊 3W点PayPal点看 哎 这个 3W点PayPal点看 然后呢 注册的时候 点个人就行了 Personal 啊 就点个人就行了啊 就一个人的那个 个人名字 个人账户嘛 不懂的话 点邮简单来翻译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来就可以了 提交的个人信息啊 什么的就可以了 名字啊 邮箱啊 这种东西都可以了 啊 这些邮箱啊 比如说这些 你输入国内的都没有关系的 确认邮箱输入国内都没有关系 啊 但是有一点啊 尽量 怎么说来着 你注册的时候 其实 怎么说来着 啊 最好不要用国内的吧 因为你什么 因为你的邮箱是用来 是用来 那个 你的PayPal啊 你的PayPal是用来收款的 收款的话 用国内的不太合适 啊 最好去去 比如说像 Home Hone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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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如说像这些 像Honemade的 然后呢 你去申请 Outload 或者Honemade的一个邮箱 去申请就可以了 免费的 然后申请之后 你再去注册 注册这个PayPal 这样子 注册 就是比如说 输入你名字啊 什么的 你按照这个流程去就行了 其实很简单的 比你注册 比你注册什么 比你注册 啊 支付宝还要简单 支付宝还得刷脸 那这个脸刷脸都不需要 对吧 然后 进去之后 你按照他的要求 来填就可以了 填 啊 除了邮箱 别的一干 你填国内的信息都可以 除了邮箱 懂吗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除了邮箱 记住啊 以后有问题 你就不要问了啊 我再想提示 你不要 老大 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啊 什么来着 那个 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家的名地址 可以的 可以的 完全可以 唯独你不可以的 就是你的邮箱 你的邮箱的话 一定要是国际版的 你不能用国内的 懂吗 国内的话 因为中国的话 中国的东西的话 到了国外 它是不同用的 除了比如说 163个邮箱 除了中国 除了中国 世界上谁还 谁还用这种邮箱啊 没有原动的 但是这种 Alone还有后卖的这种是微软的 就是全球通用的 然后注册的时候就按到这样子注册就可以了 那些除了邮箱 其他那些全部用国内的信息都可以 然后呢 注册完成之后 好了 进去之后 他就验证一个什么 验证你的银行卡 你的话呢 你就不要用什么 你银行卡的话 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 不要用建行 就可以了 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唯独不能用建行 建行的话 他要等很久很久很久的 很恶心的 比如说像中行 公行 招行 这些银行都是非常不错的 他会 他会提示你啊 就是验证你的 你的那个银行卡 他会比方说好像 打打打钱到你的卡上面 要确认吗 这点的安置流程来就行了 我就不一一讲了 我也不登录我的进去 因为我里面的话 我的paypal账号里面 有个人的私人信息在里面 就不太适合给大家看了 我就不演示了 然后进去之后 然后进去之后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一定要什么 进去之后去多绑定邮箱 因为什么 因为paypal他可以绑定 绑定八个邮箱 他可以绑定八个邮箱 懂吗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多绑定 我们绑定邮箱去哪里弄了 还是一样 从那里申请吧 你申请个十个八个 这样子 很简单的 免费的 申请下来之后 你就呢 你就干嘛 你就去上面去多绑定 绑定到你的paypal账户上面去 为什么要绑定多邮箱呢 就是因为一点 就是我们提现的时候啊 提现的时候 我们要提交给那个 比如说我们要多开账户 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多开账户 去录啊 去录 那我们一个一个提现的话 那我们提现到一个账户 因为什么 因为提现的话 人家只认你的账户 paypal账户 他不认 他看不出你这个paypal账户是谁 是是谁注册的 比如说你某某某注册这个账户 懂吗 他看不出你是谁 是谁的 他只认你的邮箱 懂吗 他打钱过去 只认你的邮箱 所以说 就是为了方便 方便我们以后多开 多开多提现用 这样子嘛 然后可以绑定八个邮箱 然后你多绑定几个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为了后面 多渠道 还要多多多方法去提现用的 比方说你八个邮箱 你八个邮箱的话 其实你到到达的账户 都是到同一个账户上面去的 只是他们用不同的 比方说你支付宝一样 你支付宝你可以绑定多个手机银行 可以绑定多个手机啊 但是呢 支付宝他就举了一个 就这个道理啊 行 这个绑定有限 这个讲到 就这样子了 还有另外一个 第二个内容就是填表工具 填表工具是用了干嘛的呢 就是用了快速的 这个填表用的 怎么的 这个填表工具叫做Lobo4 Lobo4 Lobo4 我们习惯叫做填表小子 然后怎么去呢 我们这个填表小子呢 是什么 是这个谷歌的 谷歌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 然后怎么呢 我们就打开谷歌浏览器 当然如果说 打开不了的话 那就要开这个 开代理了 开代理的话呢 这后面的课程的话会讲到 然后我先讲一下 怎么样去找 先怎么样去找这个Lobo4 然后呢 我们登录这个谷歌浏览器 这个就是谷歌浏览器啊 登录进来之后 我们找到哪里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许 啊 更多工具 这里有个更多工具 更多工具 然后呢 点这里 点拓展程序 扩展程序 然后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这里 啊 这个网上 网上应用店 点进来 然后点进来之后 我们就点搜索 把这个搜索进去 然后搜索一下 搜索 它就出来了 啊 那它就出来 就是这个Lobo4 Lobo4了之后 嗯 Pass Manager 啊 就是这个 然后呢 记住是这个图标啊 然后添加到这里 添加到这里之后 啊 就可以了 然后添加 它就自动添加到这里来 添加到这个地方来 啊 正在检查 嗯 等一下它就添加到 这个地方来了 添加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啊 我们的 就可以登录了 那我现在都可以登录了 我不登录这个 嗯 其实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我登录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要注册的 注册之后登录就可以了啊 啊 登录完成了之后 好了 这就是我的账户啊 哎 它没有显示在这里吗 它登录之后 还要你下载一个桌面板 第一 在这个浏览器这里 它有一个插件 然后呢 其次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桌面板 嗯 它就下载 然后安装到这里来就行了 它到 它你安装好之后 它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这个 啊 在这个地方 啊 啊 这是我的资料 行了 这个安装就是这样子安装了啊 嗯 行啊 那安装好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就讲怎么样去应用它了 应用的话是 啊 接下来的一个 啊 啊 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了啊 行吧 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加我的那个 啊 新美号 啊 460140 然后呢 我的名称叫做 蛊火网创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加我来交流就可以了啊 谢谢大家